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声明称 在乙军针对巴勒斯坦约党和西汉捷宁的行动当中 一名乙军的幼师旅士兵死亡 另有一名乙军士兵重伤 另据《以色列时报》报道 乙军26日夜间到27日凌晨对捷宁发起了突击 报道原因乙军初步调查结果 一辆乙军的运兵车行动时遭遇埋在道路下的炸弹 爆炸导致车内的士兵受伤 更多士兵抵达现场疏散伤员时 另一枚炸弹爆炸又导致人员伤亡 事件共造成乙军一人死亡16人受伤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下属武装派别 圣城旅捷宁营26日晚称 该武装在捷宁市区和难民营外围与乙军交火 随后于27日凌晨 该武装再次发布消息称 针对来袭的乙军车辆引爆了 大量预先准备好的爆炸装置 造成乙军人员伤亡 造成乙军人员伤亡